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湖北京门隔离慢半拍 民众后怕 家长揭露赣州中考黑幕 影响学生权益 合法拘留期延长 在美港人表示感激 神韵展现失传绝技 舞蹈演员精湛完美无瑕 首先来关注中国的消息 随着人员流动 湖北武汉疫情8月4日传到了京门 9日京门高新区和多刀区 被施以最严格封闭式管理 但有民众透露 官方在整个封闭隔离的过程中 存在交叉感染的隐患 湖北京门高新区多刀区 8月4日爆出确诊病例 9日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 该地区实行24小时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 非必要情况居民一律不得进出小区 该地区首位确诊者张某是湖北 疫委动力有限公司的外部施工单位人员 7月31日曾在疫委动力新建工厂 进行了4小时的施工 王先生是疫委动力一个项目的供应商 8月4号在确诊者所在工地办事3小时 他表示想想都后怕 现在只能起到自己没事 余先生是湖北实验人 负责疫委动力一个项目 8月2号他提前返家 两天后 疫委动力爆出病例 他说数千人被隔离 隔离点条件差 9号有推特网友发视频披露 大陆疫情隔离点条件极差 每人一个狭小简陋的房间 正对面是发热门诊 清唐人记者顾小华 陈杰 周天采访报道 江西赣州 有家长举报教育局贪腐和滥用职权 今年赣州中考的录取分数线 比往年高出许多 质疑可能是大规模暗中修改志愿 才会出现的结果 挤掉不少原本可以录取的学生 赣州家长李燕最近在举报材料中提到 今年实力很强的两公立中学 赣州中学和赣州三中的第一批录取分数线 分别是761分 756分 比分数线分别为778分 767分的两私立中学 厚德外国语和文青外国语低了不少 这可能是大规模暗中改了志愿才出现的结果 赣州学生家长刘先生表示 包括他的孩子在内 有不少孩子原先看好能上普通高中 结果今年的分数线异常的高 只能选择职业学校 刘信家长表示 之前就有人举报过赣州市教育局 贪腐和滥用职权 据报内容是 7月2号上午中考成绩公布 后外经高就给800分以上的同学打电话 他们拿来的名单、分数、联系方式 可想而知到了7月5号 700分的同学都接到好几次 后外实验班的电话 某县的前5名被后外提前录取 考前报的志愿随意改动 赣州志愿就是赣州的玩具 教育局的领导退休后 都在后外再担重任 赣州百姓成为韭菜 借私立学校之手进行收割 记者9号拨打赣州市教育局电话 一直没人接听 文清外国语校方人员否认外界的质疑 并强调他们学校招第二批的分数线 只比去年多45分 刘先生还提到 今年赣州教育部门把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同招 改为第一批和第二批同招 对外称不分重点和普通高中 实际上没变 第一批招重点 第二批招普通 目的就是方便黑箱操作 还把无人知晓的还在建设中的赣州六中 搞成了可以参与第一批录取学生的重点高中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新唐人记者雄斌 黄宇宁采访报道 美国政府日前将在美逃亡港人的合法居留期 延长至18个月 对此由海外港人表示感激 并希望能尽早合法工作 自食其力 来看报道 上周四 美国总统拜登为在美的香港居民 提供临时避风港 允许延长数千名港人的合法居留期至18个月 逃亡港人李女士表示 万般无奈之下 她在今年5月带着小孩逃亡来美 但香港始终是自己的家 面对避风港政策 与居留期延长 她感激美国没有离弃香港人 她表示 这将让原本只能留三个月或半年的港人 有更多时间找工作 同时考虑未来 至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做事 因为我们虽然走难来美国 但是我们都希望可以自食其力 我们不想在这里做一个寄生虫 对美国社会造成负担 我们希望可以更加快拿到公卡 因为其实我们申请庇护 对于等最少150日才拿到公卡 朱先生认为 虽然目前政策对于 以提交政治庇护申请的港人而言 帮助不大 但她希望美国政府能尽快通过法案 让在美香港难民成为合法居民 更快融入当地社会 新唐人记者郭耶稀 李佳音 洛杉矶采访报导 阿里巴巴的一名女员工 近日在网上曝光 工作当中被性侵 引发轩然大波 阿里巴巴周一宣布 辞退涉事的男员工 另有两名高层引咎辞职 事件也引发民众 对大陆企业文化的关注 穿着黑衣的女子 在公司餐厅怒喊自己被主管性侵 但公司不调查 网传当事人就是中国电商巨头 阿里巴巴的女员工 她在离开餐厅后 在公司内部网 发表了8000字的长文控诉 出差时遭到上司强行灌酒 被客户猥亵 之后意识不清被带到酒店 上司四次进到她房间 醒来后发现自己赤身裸体 一旁还有拆封的避孕套 周一阿里巴巴做出回应 涉事的男主管被永久辞退 另外包括业务总监和人事专员 两位公司高层为此请辞 阿里巴巴CEO张勇发文表示 知道事情后震惊 气愤 羞愧 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不过阿里的回应 据案发已经过去10天 期间有6000名员工 连署要求严查 有人批评阿里是等到事件 在网络曝光 掩盖不住 才做出动作 阿里巴巴这次的性丑闻事件 也引发人们关注 中国一些大企业内部 存在的破冰文化 所谓破冰文化 是指公司用来消除 员工间的陌生感 增加起凝聚力的仪式或活动 然而从网上爆出的画面看 很多行为非常不雅观 充满了性暗示 完全脱离了公司 正常同事交流的范围 整个社会风起 它就变得是笑评不小昌 本来在任何一个正常的 有价值观 有基本的道德观的人 领重来看 他都会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 这种行为 但是却在这个 那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反倒变成了正能量 被包装成为了所谓的破冰 所谓的为了强化团队的合作气氛 它反映出来的 整个那个社会的风气 是扭曲的 它再往前滑一步 就很容易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阿里出现这种事情 在这次阿里巴巴的处理决定书中 只承认涉事男员工与同事 在醉酒状态下 有过度亲密行为 至于其是否有强奸或猥亵等行为 需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预计阿里女员工性侵事件 还将持续发酵 新唐人记者金时采访报道 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简讯 日本冬奥扫58面奖牌 日本奥会将发出超过4亿奖金 被党媒发文狠批 阿里巴巴市值蒸发1800亿 美国警告巴西 使用华为设备将在5G线困境 美克尔接班人金明党魁拉切特 最近喊出连美抗中共的口号 他警告中共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不管是人权或未来技术都在其中 8月8日下午 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 在德州圣安东尼奥特兵表演艺术中心 最后一场演出圆满落幕 前纽约市芭蕾舞团舞蹈演员 Dennis Clark 对神韵所展现的爵士舞蹈技法 深表敬佩 说自己紧盯舞台 眼睛一秒钟都不舍得移开 神韵在圣安东尼奥 最后一场加场的演出继续爆满 神韵展现的共产党之前的中国 让观众大受感动 zenie传 onto失敬的更感受的 展示出 vessel 我并不理解 一直在这部份 然后 and so on 发现的演出 远选择 現在的舞蹈演員是從國民主主義 他們在那之前的舞蹈演員 非常有趣 而且人們想回到那些傳統 是我基本上的演員 他們想回到那些舞蹈演員 這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神韻演員以身帶手 跨帶腿 這已失傳已久的舞蹈技法 展現出舞蹈技巧的最高境界 令克拉克讚賞不已 我必須要說 他們其實很獨特 我愛演員 我認為他們的工作很瘋狂 我能找到一種完美的 沒有一種完美的 真的真的 我沒有把我的眼睛離開 我對演員來說很大 我當年我和很多公司 我當年我和很多公司 是很瘋狂的經驗 他們也很瘋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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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有 很瘋狂的 很瘋狂的 是一個很瘋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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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和延伸 可以在你身上演出 有些表情 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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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示以後年年都要來看神韻 異常也不想錯過 新唐人记者李鑫 马瑞纳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报道 豪雨只挂农损失 台湾政府表示补助会简化重塑 欢迎回来 受豪雨的影响 台湾中南部农业损失惨重 农委会统计截至9号傍晚 农损已高达3.4亿台币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一早也到台南 勘查受灾的情况 这贵的木权就是都吃水了 透不出来都水箱都拍了 这完全都不能拆掉 可以说全部都拆掉就对了 一火就像 等级就像久了 价格逃生逃生都拆掉了 都不能拆掉 所以都不拆掉就对了 完全都不拆掉就对了 这价格逃就疲了 损失至少也十成了 没有什么八成 全部都死光了 连采收都不能采收 这损失好几百万 这也是有补助 然后它能不能减少一些租金 不然这个承受不了 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 将快速拨款救灾 另外希望农民抢时间重新栽种 政府将提供包括肥料 机具 肿苗等方面的协助 并会要求农委会 要让农民感受到政府的效率与速度 希望农民可以放心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下面再来看到今天的财经100秒 总统蔡英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 对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蔡总统在专访中表示 很难只由台湾提供优秀的人才 希望与台湾半导体产业 前往设长的美日等各国合作 设置人才库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厂台积电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12寸晶圆厂振兴建中 堪称世纪超级大案 总金额上看500亿元 船桥定由汉塘承染到最大包工程 金额上看500亿元 樊宣订单也入手 益助两家明年营运可期 印度塔塔集团董事长 钱德拉塞卡兰周一表示 集团正寻求进军半导体制造业 作为扩大自身在电子领域影响力计划的一部分 在全球供应链试图摆脱对中共依赖的同时 抢占电子产业市场 中国因为Delta变种病毒侵袭 使投资者担忧新的防疫措施 可能阻碍全球需求复苏 石油和金属的价格延续上周的疲弱走势 在周一均下跌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病毒溯源报告中文版出炉 证据直指五读所 在8月2号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的研究团队 公布了中共病毒溯源最新报告 日前报告的中文版也已出炉 包括关键人物和相关事件的时间点都在报告中名列出来 其中还包括中共内部文件和电子邮件证据 报告中指出 一直以来研究团队都在积极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所进行的研究 和该研究所与中国共产党以及解放军的关系 报告结论指出 证据优势表明 武汉肺炎病毒就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9月12号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 待病毒泄露后不久 在武汉2019年10月18号举办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扩散 进而把病毒蔓延到了其他国家 这份中文版报告所列出的事件关键人物包括 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毅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主任袁志明 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等等 报告中还进一步地解释 所谓证据优势就是比反证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因此研究团队认为 主张病毒源自动物或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为源头的说法应该被完全排除 新台人记者凤华 江迪亚综合报道 纽约市自从瘟疫爆发后 开放餐馆的户外用餐许可已经有一年多了 其中有组织评选出了最佳户外用餐的空间和开放街道 来看报道 由公共空间设计信托基金 区域规划协会和三周交通运动 成立的名为纽约露天市新联盟 评选出纽约市五大区的最佳户外用餐空间和开放街道 纽约市五大区最佳户外用餐空间 总共有七家餐馆上榜 Assembly for Chinatown Made in Korea则获得协作努力奖 每个获奖的单位将获得500美元的奖金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 郭瑞纽约报道 美国沙滩排球金牌女将凯旋而归 纽约帝国大厦欢庆 在东京奥运的沙滩排球女子组赛事中 美国二人组以2比0击败澳洲夺得金牌 周一下午纽约帝国大厦举行活动 庆祝两名金牌女将凯旋而归 来看报道 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国组合 爱普瑞尔罗斯和埃利克斯·克莱曼 在决赛中以2比0击败世界排名第五的澳洲队胜出 爱普瑞尔是沙滩女排老将 此前曾夺得过奥运银牌和铜牌 埃利克斯则是首次参加奥运 为了适应东京湿热的夏季 他们的训练方式也很独特 沙滩排球在1996年正式成为奥运项目 加上今年美国四次在沙滩排球女子赛事中 夺得金牌 加上罗斯和克莱曼的这面金牌 美国在这次奥运夺得39面冠军的金牌 在最后一天超越中国成为金牌榜的榜首 同时美国总共获得113面的奖牌 再次蝉联奖牌榜的第一位 新唐人记者柯林婷 韩瑞 纽约报道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党 退团 退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 2021年8月10日 公开声明三退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3亿8173万2192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47469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